行政院會今天排版定案 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 滿足八十多萬戶的租民政 目前租金補貼已經達成五十萬戶的目標 未來將擴大加碼到七十萬戶 租金補貼專案時間延長到民國一百一十五年 不過申請進數創新高 內政部也查出了易領還有詐領的現象 在寸土寸金的臺北市 不少買不起房的學子或上班族 都會選擇在外租屋 但昂貴租金讓人吃不消 為了減輕全臺租屬負擔 行政院會十五號拍版定案 通過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 就不用有太多的負擔 就關於租房子 會申請啊 可是需要花時間而已 新版租金專案補貼計畫 將從五十萬戶加碼擴大到七十五萬戶 時間延長到一百一十五年 其中六都申請狀況占全國八成 臺庄市申請占兩成居全臺之冠 申請年齡以十八到三十九歲 超過六成 但申請件數創新高 內政部也查出逆領和詐領現象 國土署回應為避免租金補貼遭難用 政府會透過帳戶資料比對 抓出疑似詐領者 再郊遊司法機關偵辦 租金補貼申請資格 包含你是已成年的中華民國國民 有在臺灣涉及 家中成員也沒有自有房屋 符合當地最低生活費的三倍 假設A民眾住在臺北市 也沒有其他家庭成員 年所得是五十五萬 家庭成員平均每人每月所得 換算下來是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三元 而北市最低生活費的三倍 則是五萬七千零三十九元 民眾就能申請租金補貼 民間團體認為政府租金補貼政策 渴望減輕租金經濟壓力 雖然租客申請無需經過房東許可 但如何避免政策看得到 卻申請不到 恐怕需要其他配套措施 記者源慈郭俊玲台報導 記者源慈郭俊玲台